刚才我特别提到这个另一计划 他最后会扯出这么严重的相关的这一次的贪腐案件 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为了要遮掩他儿子的车祸 最后搭上了周永康 那么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他的山西邦包括他的哥哥几个人也都涉嫌了贪腐 因为周永康可不是给他钱 让他可以在日本京都买了上百亿豪宅的人 那么在整个贪腐的集团 目前中国大陆中纪委正在全面的调查 而周永所曝光出来的情节令人难以置信 包括他们如何透过央视的主持人瑞成刚释放资料 不利于温家宝的所有的资料最后查出来 居然都是令计划一手所操作的 他们说到现在为止 在调查令计划的过程当中 他不管是最低票 就是政协委员里头选举是最低票 那或者是政治局落马 或者是儿子死了照常上班 看起来脸上面无表情 结果调查解答所做的事情原来如此的狠毒 这事得回到2012年3月 博西台为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北京全国两会上做最后的辩护 我们敢于打黑 也就是说像古人讲的感同恶鬼 争高下不像霸王让寸分 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在此呢 你比如说也有不少人给重庆泼脏水 包括给我本人给家庭泼脏水 甚至说到我儿子在外面学习 怎么开红色法拉利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愤 一派胡言 但那一年的两会结束后 薄熙来被直接拉下马来 没机会再回到重庆 而抓捕薄熙来由大内总管令计划全程超高 绕过工钱法系统直接部署被称为 玉林军的中央警卫团 看出薄熙来及30多名亲信 导博有功让一项低调的令计划 还一度成为18大陆场的黑马 可在两天后 令计划儿子令谷的法拉利车祸 让一切变了调 据纽约时报报道 令计划失宠的导火索 是2012年3月18号凌晨 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恶性车祸 在那场车祸中 令计划的独子令谷当场丧生 而他驾驶的法拉利跑车内的 两名年轻女人严重受伤 其中一人一个月后神秘死亡 据财新网的令计划转折一文介绍 为掩盖儿子死因 令计划与当时的政法系统负责人 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 这政法系统负责人 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 令计划为保密这场车祸 竟失智调动中办警卫局 封锁车祸现场 并和周永康谈判 令计划允诺 中央办博案不会扯到周永康身上 让他全身而退 周永康则协助篡改了公安部里 有关法拉利车祸的记录 保全令计划在十八大晋升的机会 与中纪委关系密切的财新网 在微博上刊登令计划转折一文 揭发着惊人内幕 虽然文章随即被删除 但这消息绝非空虚来风 令计划与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后 结成了一个新四人帮 周永康试图让薄熙来和令计划 在中共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被称为新四人帮肯定就有斗争内幕 时间再回到2012年是八大前夕 西方多家媒体刊出一系列调查报道 只准备上位的习近平和正准备完美告别政坛的温家宝 家人都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累积财富 这些报道不但内容丰富 材料详实 图文并茂 将习温家族的财富关系列得清清楚楚 搞得大陆中央封了多家外媒网站 并拒发这些记者的诅金许可 文家宝甚至找律师出面否认 而事后调查 对外媒放料的竟是央视主播 锐成刚 已经被捕了锐成刚喜欢与权贵交往 但这回踩到了迪雷 令计划找之妻子国立平和锐成刚有一腿 于是将记就记让他当深喉咙 把他多年在中办里收集的机密材料 全交给古力品 然后让锐成刚去爆料 这也是为何近来传闻 锐成刚将被以间谍罪论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014年最后一次的政治局会议 依旧围绕着反贪腐议题 似乎也针对新四人帮问题做出总结 会议指出 党内绝不容忍搞团团伙伙 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事实上 大陆政坛本就派系错综复杂 拉帮结派历来如此 就拿令计划来说 除了是新四人帮的要角 出身三西的令计划 在2007年上任中办主任后 就秘密成立西三会 入会的背负机会 以三西级为纽带打造官商同盟 构筑一个庞大的权力与金钱帝国 其中一个大金族 正是落马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淑苗 而同样出身三西的刘铁南 也正因为加入西三会 才得以仕途顺遂 观之大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一路贪污到下台 我没有可能会要 不被打造真大的事件 我没有理念 一度在法庭上痛哭的刘铁南 在上个月被判处无奇突袭 而成员骗及北京与三西的西三会 也已经是溃不成军 中西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山西省老板与官员间的权钱交易 在过去半年里遭到争论 成为这波反腐的重宅区 包括令计划的二哥 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为首的山西官员 有七名省级干部罗马 近二十名厅局级官员被查 而基层贪官更难以统计 关押这些贪官的寓所 一度人满为患 山西官场几乎呈现崩塌状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腐败分子 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 有腐必成 有滩必素 全面掌权进入第三个年头 又分析认为 习近平借着全面树滩 也扫清了党内异己 铺平了执政道路 若以这角度回顾两年多来的 这场权力斗争 那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而政治斗争也尽显人性险恶 独子撞车身亡 令计划能想着自个前途 运筹帷幄 不吞上当没这事 而老婆同央视主播偷欢 却还能和这小王一道对外放猛料 令计划这大内高手 堪称特殊材料做得很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